真的有点辛苦 接着把我的大F算出来 我这边旁边算一下大F是多少 算大F的时候 我是从我的安排去算大F的 我安排大F的微分是负4倍的大F 我这边有说负4倍的大F就是大F的次微分 我把大F放在同一边 右边的话就留下负4而已 我去算大F的话 积分它就可以算出大F了 大F的导数乘上大F的微分 现在积分它 另外一边也要积分它 这负4是一个常数 就把它移到积分式的外面来了 本来不定积分要加一个积分常数 但是因为这类的积分常数 没有影响所有答案 所以都加了 对X的微分 对X的积分抵消掉了 所以左半边的话就是nature log f 右半边的话是负4x 所以我就算出我的大F是什么呢 大F是exponential的负4x次8 这个放到这边来用 我把它编号一下 我们刚算到这边的时候 我把它编号一下 这个叫做a方程式 故我的a方程式可以怎么写呢 故我的a方程式 现在可以表达成 大F是exponential的负4x次8 这个要乘上大U 而大U就是小U的一次微分 把它换成小U的一次微分 等于右边的 这个4倍的F F就是我刚刚算出来的 exponential的负4x次8 然后积分它 这个写法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下算 应该是没有问题 把这个积分式处理一下 这个积分式处理完之后 应该是负的 这个exponential的负4x次8 是吧 我给它做一个 这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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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做一个积分 这个应该没有错 把这样的一个写法 再整理到右边来 整理到右边来之后 现在的写法 又可以表达成 exponential的负4x次8 乘上小U的一次微分 等于 这个 负的 负的 你是肯定秀的 负4x次8 大家都有 直算数 把直算数除掉 除以同样的直算数的话 小U的一次微分 就是负1 好 怎么算小U呢 再积分一遍 就可以算出小U了 好 左边积分它 右边积分它 好 负1要积分它 好 本来要加基本常数 但是这个基本常数 是不影响最后的答案 所以我都加了 好 现在的话 小U算出来了 右边就是 负x 真的没错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用 已经算出来了答案去检验说 小U是什么 小U是负x 现在真的算出来之后 也是负x 没错 故 我们刚刚的那个讨论的过程 所算的yp 真的是 所谓的y1乘上 呃 U 我们刚刚说yp是什么 yp是 y1乘上U 对不对 好 我们算出来的 U是负x 我们之前算出来的y1是 exponential 负3x次方 好 意思是 我们之前所说的 修正的原则是没有问题的 我把那个修正的原则再描述一遍 描述一遍 那个修正原则蛮重要的 好 这个不得证 我现在已经证出来了 证出来说 我的修正原则是对的 得证 我把这个修正原则再说明一下 好 这个 所谓的修正原则 担定技术法的修正原则 好 修正的原则说什么呢 我只是担定技术法的修正原则 好 修正原则说 若 所考虑的yp 若你所考虑的yp 已经在 其性解当中出现过了 yp叫非其性解 你所考虑的非其性解 已经在其性解当中出现过了 其性解当中出现过了 好 其性解我们用的代号叫yh 如果你的yp的 那个假设形态 已经在其性解当中出现过了 那么你就要修正你的yp 好 则 所考虑的yp要拨乘上一个x 则 所考虑的yp要多乘一个x 多乘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自变数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自变数 不一定是x来 用x来代表它 如果乘上一个自变数 不一定是x 这个问题来说 是x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自变数 换成t的代号 所以要注意一下 不一定是x 有时候是t 如果你乘上一个x 还是跟人家一样的话 那你要修正第二变 再加一句话 若还是一样 还是出现过了 你乘一个x 又跟人家一样 有可能会这样子 你如果乘一个x 还跟人家一样的话 那要乘上第二个x 若还是重复yh的形式的话 若还是与yh重复 这样一次修正还不够的话 如果你这样一次修正还不够的话 则乘上第二个x 若还是与yh重复 则乘上第二个x 就是自变数 这个自变数 我们现在是用x来表示 我们就用x来表示它好了 以上是这个 所谓的修正原则的一个 证明跟说明 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